他是隋唐演义中最为传奇的英雄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他和小说中有着怎样的不同 他在唐朝统一天下的征战中鞠躬至尾 可在灵烟阁的功臣排名中为何却名列最后呢 又比如冷面寒香的俏罗成 那是无数姑娘的芳心所爱 不过呀在所有的英雄当中 他们却不是最拉风的那一个 最拉风的是谁呀 您听好了 此人 减打山东六府 马踏黄河两岸 孝姆斯专注 娇有赛孟常人称 神圈太宝 双俭大将 谁呀 黄脸秦雄 秦书宝 我们说错吧 在隋唐英雄里边 秦雄是绝对的主角啊 要不然民间 也不会说一部隋唐史半部秦雄传呢 不过问题来了 我们所知道的秦雄 这是小说演义里的秦雄的形象 而历史上真实的秦书宝 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咱们先来说说他的出身 有些朋友肯定记得呀 隋唐演义里边有一出 三亿访 荡检兽阿扎 二仙装卖马师豪杰 说的是秦雄卖马的故事 这里头怎么说的呀 说秦雄原为名将之后 其祖父秦旭 其父秦仪 都是北齐的大将 因为保家卫国早年战死 因此秦雄由寡母带大 后来秦雄拜师学了义 在历城县当了一个捕快 有一天外出办差 因为遭遇变故 没了钱 偏偏店小二 狗眼看人低 以至秦书宝 不得不荡检卖马 也就有了二贤庄 与众豪杰的相识 必须说这个故事 很生动很曲折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是 至少不全是吧 历史上真实的秦雄 名字确实对 也确实自书宝 也确实是山东历城人 但是正史当中 并没有记载秦雄的祖父 和父亲的名字 也就是说 小说当中 秦雄所谓的名将世家的出身 其实并不存在 相反历城治理说 秦雄出身草根 那么秦雄到底 有着怎样的家世呢 1995年 考古人员在济南 发现一块木质 木质上的内容 让史学家大为震惊 因为内容显示 木质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秦雄的父亲 他的名字叫秦爱 同时木质还说了 秦雄的祖父 叫做秦方泰 他们都是北齐的地方官 由此可知 秦雄的真实出身 既非草根 也不是名将世家 而是什么呀 普通文官家庭 那么问题来了 无论小说演绎 还是史料记载 秦雄都是隋唐时期的名将 那么他那一身的武艺 是哪来的呀 这里只能说 很遗憾 因为没有任何史料记载 这是个谜啊 有学者认为 只能用乱世出英豪 这句话来解释 或者说秦雄的武艺 很大概率啊 就是在军营和沙场上 实战练出来的 那么秦雄本人 有没有当过捕快呢 没有 史料记载 秦雄很早就投了军 在当时被称为 隋朝传奇将军的 来户尔手下 当了一个仗内 什么叫仗内啊 咱们望闻生意嘛 在这个中军大帐里边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是随带王宫 或者三品以上大员的随从 在帐里边 而关于秦雄 这段时间的经历 史料当中有一段小故事 说那年秦母去世 秦雄告假 回家办理丧事 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就因为这件事情 传奇将军来户尔 竟然专门派特使 到秦雄家去调宴 有人就问来户尔 说你手下那么多兵 家里遭遇丧事的 那多了去了呀 从来没有见过你 还派人派特使调宴 为什么对秦雄就这么特别呢 来户尔回答说 此人骁勇善战 而且素有大志 我看他日后定能出人头地 事实证明啊 来户尔的确是很有眼光 好 这是秦雄的出身 再来说他的兵器 秦雄用的是什么兵器呢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 秦雄的兵器那双碱呢 要不然他也不会有 双碱大将的称号 对吧 那么真实的秦雄 用的也是双碱吗 我告诉你 碱这种兵器啊 在唐朝有没有 我还两说 至少在唐代 它不是智识的装备 那么真实的秦雄 用的是什么兵器呢 咱们来看史料 旧堂书秦书宝传记载说 书宝每从太宗征伐 敌中有肖将锐族炫耀人马 出入来去者太宗破怒之 折命书宝亡取 书宝应命 月马腹枪而尽 必刺之万众之中 注意最后这句 月马腹枪而尽 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 明白啊 秦雄真正的 灌使的兵器 那不是双碱 是长枪 不仅如此 史料唐六典也明确记载 唐朝骑兵的主要装备 就是长枪和弓箭 好 再来说秦雄的马 无论民间文学 还是舞台戏剧 秦雄的坐骑 从出场开始 那就是超大排量 加涡轮增压的 宝马良具 黄标马 这匹马 一直驮着秦雄 冲锋陷阵 是建功立业 不仅如此 秦雄 并视之时 黄标马 伤心欲绝 斯明不已 最终 绝食 伴主而去 让人 赶佩 而唏嘘 可是这里 我要告诉你 真实的秦雄啊 他的坐骑 并不是黄标马 而是一匹名叫 忽雷伯的战马 这个名字听起来 有点怪 或者说 你突然想起来 那上师徒 那匹马叫忽雷豹 对不对 或许 就是从这儿 从这个原形来的 那么事实上呢 唐朝前期啊 很多有名的战马的名字 都有点怪 不说别的吧 就说秦雄的老上级 他的老大 唐太宗的战马 去过西安的朋友 肯定都知道 昭陵六郡呢 就是唐太宗 曾经骑过的 六匹战马的浮雕 这六匹马 分别叫什么呢 拳猫瓜 狮发翅 白蹄乌 特勒彪 青锥 以及萨路兹 发现没有 这六匹马的名字当中 白蹄乌 还有青锥 好理解 可是其他四个名字 怎么那么奇怪呢 念着都不顺口 好像跟咱们的汉语习惯 完全不搭似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 这些名字呀 是突厥语 音译过来的 我们都知道 隋唐时期呢 作为马背上的民族突厥人 素来以勇猛善战而著称 后世学者研究认为 唐太宗和秦琼的战马 很有可能是从突厥人那里得到的 好 以上所说呢 便是历史上真是秦琼的一些基本情况了 无论他的出身啊 他冠使的兵器啊 以及战马呀 都跟小说演书当中有出入 那么真实的秦琼 他的一生啊 又到底有过怎样的经历 而最终又创下过哪些重要的功绩呢 投身从军 秦琼如何一战成名 在瓦钢军中他名扬天下 可因为什么 他却跟李密分道扬镳 大唐英雄之真实的秦琼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真实的秦琼的基本情况 那么他的经历跟小说相比 又有哪些不同呢 基本上说了 真实的秦琼很早就投了军了 最早是在隋朝名将莱护尔手下 当隋从帐内嘛 这个称呼叫做 后来经由莱护尔推荐 他被调到隋朝另外一个大将 张徐驼的帐下 当然这个时候他不再是隋从帐内了 而是当了一名部将 只不过职位还是很低 没有人在意他 但是我们说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很快秦琼便有了 展露头角的机会 话说隋大业十年 也就是公元614年 当时正值隋末天下大乱 那年冬天 张徐驼奉命征讨 捉军的叛军卢明月 当时两军一对垒 张徐驼就发现形势很不利啊 为什么 叛军多达十万 而且是兵精粮足 张徐驼呢 手下只有一万兵不说 粮草还跟不上 如果就这么耗下去 那张徐驼这边啊 隋军是必败无疑啊 那怎么办 话说当时张徐驼想了一计 先假装撤退 以此引诱叛军出营追击 等叛军大营空虚之时 再使一千人的骑兵 从后边抄他叛军大营 出骑制胜 当然他知道 这个行动很凶险 负责骑席的人 很可能是有去无回啊 那么就不好强行派谁去了吧 所以他就问 哪位将军愿意前去啊 结果众将都不作声 就在此时 有两个人先后答话了 我去我去 谁啊 一个是罗世信 在这个小说隋唐演义里边 罗世信那是一员猛将 可是这个脑子不是很好用 是一个这个有点憨憨的大个儿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上 人家可不傻呀 而且还是一位汉将 那么另外一人是谁呀 正是秦琼秦书宝 后边的事呢 咱就不细说了 因为秦琼和罗世信的奋勇拼杀 张虚托取得大胜 而秦琼也因此一战成名 那说到这儿 有人可能要问了啊 那既然秦琼是官军出身啊 是隋朝这边的官军吗 那他后来怎么又成了 瓦钢军的名将呢 这是反了呀这是 说起来这里边的故事 还真有点曲折 前面说了 隋朝末年义军四起 其中宅让创立的瓦钢军 在宅让和李密的精英之下 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而这个时候的张虚托呢 因为征战有功 已经名满天下了 很快征缴瓦钢军的任务 也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并且在大海寺 张虚托所部和宅让的瓦钢军 可就对上阵了 起初啊 张虚托真没把宅让当回事 因为以前他们就交过一次手 宅让大败 只是张虚托这回没想到 这回啊 宅让的背后有了高人了 谁呀 善于计谋的李密 那么李密用了什么计谋呢 其实李密的招数并不新鲜 大体说来 就跟张虚托对付 卢明月是一个套路 但问题在于 张虚托这个时候就 开始有点上头啊 他很娇狂 压根就没把宅让放在眼里边 不把他当一回事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不仅官军大败 张虚托自己 那也领了盒饭了 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秦琼呢 秦琼倒是逃了出来 一看张虚托都阵亡了 只好去投奔了 另外一个随军大将 叫裴仁机 而这个裴仁机啊 后来因为个人考虑 投降了李密 那秦琼当然也就只好 跟着他到了李密这边了 因此也就成为了 瓦杠军的将领 这里必须说啊 对于秦琼的到来 李密当时是非常高兴的 史书记载 密德书宝大喜 以为帐内票计 待之甚厚 而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秦琼此人心地单纯 极重义气 看到李密对自己这么好 那他自然也是投桃报李啊 然而秦琼没想到 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却让秦琼对李密 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什么事呢 刚才说了 瓦杠军原来的当家人是 翟让啊 可是经过大海四一战之后 翟让觉得李密的才能 在自己之上 于是他主动提出让衔 推李密为主 遵他为卫攻 但是他这么一让啊 可就让出矛盾来了 怎么呢 瓦杠军原有的将领们不同意 我们创立的瓦杠军 怎么能够拱手 让给别人呢 结果新旧势力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这是内讧 而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李密干了一件让很多人都不齿的事情 他居然这个时候下阴手 借一次宴会的机会把宅让啊给杀了 你说李密这算怎么回事 人家翟让已经主动提出让衔了 就算他的部下不乐意 你也不能把他给杀了呀 是吧 这实在是太不讲义气了 你们是义军呢 对不对 而正因为这件事情 为秦琼和李密后来的分道扬镳 是埋下了伏笔 那么后来又怎么回事呢 那是公元618年 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 隋阳帝阳广在江都被杀 谁杀的呢 时任宰相宇文化吉 弑军之后宇文化吉决定 率领十万禁卫军返回中原 可是没想到 对于宇文化吉的这个举动 李密下出了一部臭棋啊 在宇文化吉率领禁卫军 快到洛阳地界的时候 李密竟然率领瓦钢军去截杀 可是他没想到呢 隋朝啊 这个地方军不怎么进打 可是十万禁卫军的战斗力极强 双方一场恶战下来 瓦钢军虽然险胜 但以元气大伤 就这一下 李密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怎么呢 因为就在这个档口 洛阳的王世冲突然杀到 瓦钢军瞬间就被击溃了 李密没办法呀 只好去投奔了长安的李渊 注意了 按说李密去投奔了李渊 那身为亲军护卫的秦琼也应该跟着一块去 但是因为对李密人品的不迟 秦琼那选择投奔王世冲 当然了 秦琼委身王世冲的时间并不长 因为秦琼很快就发现 王世冲这个人德行也不行 不怎么样 所以啊 虽然王世冲非常看重他 封他为龙襄大将军 但是没过多久啊 秦琼上演了 让王世冲目瞪口呆的一幕 怎么回事呢 有一天王世冲的军队 与李渊的唐军接战了 双方列阵准备开达 突然秦琼带着程咬金等几十个人 从阵营当中越马而出 干嘛呀 向唐军方向跑去 起初看到这个情形 王世冲非常高兴啊 哎呀 这个秦琼真是一个猛将啊 你说我还没下令 他就主动出站了 然而 接下来他就傻了眼了 秦琼跑出一段距离之后啊 停下马来 干嘛呢 回头 作了一个一 然后大声的说道啊 对王世冲说 虽然啊 郑王你带我们不薄 但是我们不想服侍你 走了啊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啊 我没有想到啊 突然袭击啊 王世冲傻愣了半天 说不出话来 更不敢追啊 他也打也打不过秦琼啊 再说也跑远了 就这样 秦琼正式投奔了 大唐 在李唐政权统一天下的过程中 秦琼立下过怎样的战功 决战玄武门 秦琼又究竟有没有参与呢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 历经战乱的秦琼 最终选择投奔了大唐政权 不用说呀 对于秦琼的到来 那个李渊呢 那是极为高兴的 那么说到这儿 咱们重点说一个细节 那就是 大唐的政权高祖是李渊 对不对 那秦琼到底是怎么加入到 秦王李世民的 这个战队当中去的 而在秦王集团的核心成员当中 秦琼又到底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位置呢 关于秦琼加入秦王集团 民间有说法 说是李世民呢 素来仰慕秦琼大明 曾经很早就多次托人 做秦琼的工作 希望他来投奔自己 可是事实真是这样吗 不 并不是史料记载 秦琼投唐之时 是唐高祖李渊 接纳的他 以及他带走的那批人 而因为征战的需要 李渊呢 才把秦琼等将领 化归到了李世民的麾下 由此可见 在秦琼投奔唐军之前 所谓的李世民 多次游说秦琼的说法 只是民间为了 抬高秦琼的身家 而编造出来的说法 而这一点呢 我们从唐太宗晚年 搞的那个林烟阁 二十四功臣 从功臣排名 其实也能看得出来 断移 那么好 怎么排名的 林烟阁二十四功臣 文武各半 武将有十二个人 那武将当中 排第一的谁啊 玉池敬德 就是玉池公啊 秦琼的排名 则相当的让人吃惊 因为他排在最后一名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隋唐演义当中 最富传奇的大英雄 秦琼 他怎么就在 林烟阁的排名当中 我们都说 那门神 秦叔保玉池公吗 是不是 这都并列的 那不仅不如玉池公 甚至连小说当中 那个混是魔王 程咬金的排名 他也不如啊 排在最后垫了底了 难道是李世民 并不欣赏秦琼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对于秦琼的加入 李世民不仅很高兴 并且在关键战役当中 对秦琼也是极为信任 和倚重 这里啊 秦琼大破刘武州 宋宁康 破降玉池公 咱们就不说了 咱们来说说 唐军统一天下的最后一战 针对斗建德的 武劳官之战 那是唐武德四年 即公元621年 当时唐军包围了 洛阳的王世冲 王世冲眼看情形不妙 立马向河北的斗建德求援 斗建德一看 如果王世冲失败 下一步唐军肯定会兵治河北 那他也危险了 正所谓纯王齿寒 于是他决定 率领十万大军 当时号称三十万 浩浩荡荡 煞网洛阳 消息传来 唐军震惊 因为当时啊 唐军就几万人 一旦父辈受敌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很多将领提议 撤军吧 要不咱们先避其锋芒 这个时候李世民不同意 他认为对斗建德早晚是个打 既然他来了 那更好 干脆避其功于一 只要打掉他 那洛阳的王世冲 那就会绝望 一举两得 这是李世民的观点 对此秦琼极为支持 可是怎么打 李世民留下小谷部队 继续牵制洛阳王世冲 然后他轻率主力 前往五劳关迎战斗建德 李世民的计划是 采用皮敌战术 先和敌军对峙 等到敌人失去耐心的时候 再发动突然袭击 当然了 这个齐席的将领 又至关重要了 李世民把这个重任 交给了秦琼 那么这一仗 秦琼打得怎么样呢 话说那天 斗建德到了 十万大军的军阵 足足排了二十多里地 鼓声震天动地 正是那叫一个雄壮 可是斗建德没有想到 他在五劳关前 叫阵叫了一个上午 唐军压根就不截茬 不搭理他们 到了中午的时候 斗建德这边是又饿又渴 士兵们开始抢水喝 整个阵型可就有点乱了 李世民一看 机会来了 立刻下令全线出击 斗建德当即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往后退了好大一块地方 才稳住阵脚 一时间双方陷入了胶着状态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军的一支骑兵 突然出现在了战场的侧面 围首一员大将 挺枪冲在最前面 谁呀 正是虎将 秦琼 后边咱们不细说了 秦琼率领这支骑兵 是左冲右突所向披靡 专业之间 直杀的斗建德的大军 是四散奔逃 最后斗建德本人 也为唐军所勤 王世冲在洛阳城里一看 大势已去呀 几天之后乖乖的 想明白了 出城投降 这一仗为唐朝统一天下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琼秦叔宝 居功至伟 那么战功如此之卓著的秦琼 为何在灵烟阁功臣排名当中 排在最后一个呢 变了点了 关于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 可能啊 跟玄武门之变有关 众所周知 唐太宗李世民是凭借 玄武门政变 最终得以登上皇帝宝座的 所以当时参加了 玄武门之变的人 在唐太宗心里边 肯定是最大的功臣 是最亲的亲信 那么当时进入玄武门的人 总共有几个呢 九个 无论是旧唐叔 尹太子建成传 还是长孙无忌传 以及张公锦传 都说是九个人 而且九个人的名单非常清楚 里边有没有秦琼呢 没有 所以有人认为 虽然在唐朝一统天下的战争当中 秦叔宝立下过卓绝战功 可是因为他没有参加唐太宗的夺权之战 所以他即便位列灵烟阁功臣榜 也只能排在最后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你有人认为啊 这并不是真相 为什么呢 还说玄武门之变 史料记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时候 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遭到袭击的消息立刻就传了出去 而玄武门外面太子的禁卫军迅速赶了过来 有多少人呢 足足两千人 但是这支禁卫军并没有能够马上冲进玄武门 而是在玄武门外遭到了秦王府军的拦截 注意了 按照唐朝规制 王府的府兵只能有几百人 战力不可能和太子的禁卫军相比 更何况太子李建成手下也有一批汉将啊 比如说谢书芳 薛万彻 这些人都号称万人敌啊 相当之厉害 那么要在这种情况之下 李世民怎么样才能够抵挡得住禁卫军的冲击呢 当然也得有猛将才行 所以有学者认为 虽然史料当中没有说当时玄武门外 到底是谁在率领秦王府的兵 抵挡太子的禁卫军 但是排除进入玄武门的几个人 秦王集团剩下的猛将 只有秦琼了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推断呢 因为史料还有一项记载 那就是事变之后李世民封赏有功人员 其中就有秦琼啊 李世民拜他为左武卫大将军 十亿七百户 当然 虽然秦琼很可能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但是相对于玉石宫等九个 进入玄武门的人来说 他的功劳还是要小很多 跟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就要疏远一些 所以在林燕阁排名靠后 也在情理之中 您认为是不是这样的呢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